第二樣我想介紹給大家的產品 就是這個一樣是神仙膏系列出的保濕霜 這個保濕霜我平時會當日霜用 其實我介紹很多產品給大家的時候 我都真的自己用過 覺得好才會介紹給大家 又或者特意去拍片 這個保濕霜其實當時就是神仙膏總代理 送給我試一下 你試一下吧 你塗了它之後再塗神仙膏 你會覺得好推很多 而且一點都不油不黏很保濕 當時送給我之後我當然試一下 我真的發覺塗了上面之後 一點都不油不黏很快吸收 重點是好保濕 最好就是它令我後來塗的神仙膏 更加容易推開更加均勻 所以我現在日後很多時候都喜歡塗它 去做一個日霜的效果 那夜霜坦白說我就不用它 因為夜霜我嫌它就不夠滋潤 但這些就真的看年紀了 譬如我這種三十多歲 我可能會覺得它不夠滋潤 如果20多歲其實日夜霜都可以塗 因為它就叫防濕霜 沒有特別分油或者液 沒有 喔 現在我們 看看 我們 我們 不用再緊 兩unya